刚刚我们有看到快乐风冷的故事 而其实如果懂得运用 这蜂蜜也是很好的料理食材 明台高中跟蓝带餐历学院 以及意大利国际厨艺学院等校 是结盟教育伙伴学校之后 今年决办了意大利米其林主厨周活动 邀请到曾经服务于英国、加拿大等知名的 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知名国际级米其林主厨 艾曼杜帕密亚 来到了明台高中为餐饮科学生进行教学示范 而这不论是甜点制作技巧还是装饰品等 都是相当有巧思的 而校方也将在26号要举行厨艺发表会 来展现学生们的学习成果 在冷冻蛋糕上浇上一层柠檬酱汁 再放上巧克力等小饰品装点蛋糕 观看外表就很吸睛 接着主厨小心翼翼地切开成品 白色外衣里头包裹的是咖啡口味的蛋糕以及派皮 视觉加上味蕾双重享受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当然现在整个因为时代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当代现代的甜点 在欧洲也非常的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这次我们带来所谓的这个现代甜点一些技巧 也带来一些最新的这两年在欧洲 尤其是意大利法国所使用的一些工具 希望同学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些最现代的工具 然后制造出一些最现代的一些甜点 为了让学生了解最新的甜点资讯 以及不断加强提升烘焙技巧 明台高中举办意大利米其林主厨周 特别邀请到知名国际级米其林主厨艾杜曼 进行围棋一周的示范教学课程 主厨带来欧洲流行的现代甜点技巧 以及最新的工具 让学生们是相当兴奋 米其林主厨Amando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同学们除了可以扩大国际视野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学习到 我们这位米其林主厨在海外 在国际上这些多年的专业经验 以及他所创造出来的甜点的这些学习内容 一开始先用原规画原 因为都是就是它可以先构图之后 再去雕刻 然后先从内心先刻 就往下刻也可以刻那种往膨起来之类的 然后也可以 然后之后再往外解一些花形 就是你先画出你要的形状之后 再用刀子画出那些就可以了 现场主厨也亲自示范咖啡爱柠檬这项甜点 从下面塔皮的酥脆 上面巧克力慕斯的柔软 到外层水果酱汁的酸甜口感 达到口味上的协调性 满足不同味蕾感官 简单大方的外观 将现代甜点的特色发挥淋漓 下方表示 26号将举办厨艺发表会 展现学生学习成果 欢迎家长一同来参与 记者乘召安台中采访报导